我觉得这次的代言就是很想要跟女孩们一起 就是我们走一条不用冒险的路 然后选择安心美丽 美丽真的就不用冒险了 为提升民众的医美安全知识 细菌女王杨景华 于五大医学会 洗手爱丽根 举办美丽不用冒险记者会 以呼吁民众安心医美的重要性 近年来民众对于医美的接受度提高 接受医美的患者逐年增加 依据美容医学整形手术 年度全球调查结果显示 民众初次接受医美的年龄 也下周至25至30岁之间 与此同时 安心医美针对25至55岁女性 进行医美行为大调查 结果发现其中超过九成的民众 担心疗效不如日期 却只有两成的患者 真正了解自己的产品 到医疗机构 不管是医院或者诊所 寻求专业医师来进行美容医学的时候 除了他本身是要有经过 正式的认证医师的资格之外 另外要看他的训练的过程 有没有在美容医学这边 有经过比如说继续教育 或者专门的训练课程这个过程 本次五大医学会联合举办记者会 希望透过医学会的力量 提倡安心医美 让民众在求美的过程中安全放心 医器是非常重要 要是国外的原厂认证的这个医器 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跟整体的这个专业度有关 所以就是跟这个医疗院所 还有呢就是医师 因为是需要医师的操作 学会的认证的医师 那他有不断地在精进自己的 专业知识跟技术 再来呢最后一个呢就是 事实上就是所谓克制化 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 他是一个最自然呈现 有自信的自己 因为疗效快速且长久 脸部保养已经从过去的美容院做脸 转变为前往医美诊所治疗 不过目前民众对于医美的资讯 多来自网路推荐 对此爱立根医学美容台湾香港总经理 林尚威也提醒 这个活动主要的一个目的 是希望可以打破一般民众对于医美的迷思 让民众可以有不一样的对医美的认识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你要选择 这个原厂国际级原厂认证的产品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做的是 跟医生密切的合作 去培训他们对美感的建立 对于手术上还有疗程上 对病人的重视 第三就是刚刚向很多理事长说的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客制化的疗程 所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他专属的疗程 打造出最适合你自己的效果 最后一件事情是 每一个好的产品 每一个好的疗程 背后都应该是有大量的 scientific data 这个clinical trial的data 去证明他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让更多在治疗医美 已经接受医美疗程的人 他会更放心 那还在观望 对医美对于想变年轻 想抗衰老 有兴趣的民众 他们可以勇于去尝试 爱美是天性 追求美是一辈子的智业 在医学美容逐渐转化为日常保养的现在 民众在接受疗程前 一定要做好功课 才能在变美的过程 安心安全 追求美丽 不用冒险 每一支采访报导